ETC上路以来到现在已经累积超过57万笔欠费预期没有缴 也形成了2000多万元的国库呆账 那么目前每个月呢大约是有13000笔的国道幽灵车辆逃费件数 比起去年还暴增了一倍 其中又以欠费步缴比例是最高的 而根据远通电收统计 历年来最高逃费大户到现在已经逃费了1677次 累积基欠的同行费更是高达67000多块钱